建連議員提到,我覺得我和你沒有話要談,所以沒有話要看 首先我要問民主黨的何詮仁議員 近期對於民主黨很失望,其實對民主黨一直很失望 我現在26歲,其實我小時候,以前只有民主黨 或者最多是講同盟,沒有其他所謂可以拿出來做棋子的民主派 但是近年看著,好像民主黨越來越,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說遠離群眾 可能未必是,但好像遠離理想,就一定是 我想對於五區總辭這個方案,我之後也會問我和民議員 一些實在的問題,還有可能陳家洛教授 有很多策略上的,其實應該要講的 但是因為罵得這麼厲害,所以基本上沒有辦法仔細討論 我真的很想問,究竟民主黨有什麼辦法呢? 即是,撇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相信 繼續跟中共的對話,其實是最終很有機會 中共會,我不知道是不是叫方那一馬 或者垂青也好,或者什麼都好 真的,可能趕到馬一日,可能現在是月零四七 現在先說,即是說有普選 你是不是相信,你覺得是不是 在這個維持著的對話裡面,或者不採取任何特別的方案 可能就是你維持著否決,我讓你很厲害地維持著 我會提出來的垃圾方案 民主黨其實有什麼,即是有沒有什麼策略 即是五區寵朝,我很堅決地覺得是一種策略 是達至我們普選最終目的的一種策略 民主黨,你們是不是有另外一些策略 即是,我看不到,我除了一些非常荒謬 或者很守舊的策略之外 即是,我不是說傳統遊行等等那些東西,沒有用 但是,如果你只得遊行的話 其實做不到些什麼 不要拿23條出來說 23條當年,你們是不是可預見到 有幾十萬人出來上街,然後反到23條 你看多時的新聞,或者你們自己說 根本這個是,某個意下超出了預期 或者最少遊行,如果可以做到的話 有很多外援的因素 當年,就很明顯是葉劉淑儀 我講過,找個醒目一點 或者沒有那麼討人討的 未必可以討到那麼多人出來 如果沒有,但我們是不是希望 將你們民主黨的策略 是不是在等待這些 由外人給的機會 就是等著政府犯錯 其實,唐英年都很討人討的 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已經是一個機遇 其實他隨時找一個四平白 找的,不要說話了 找張國君先生,已經很難入 如果他說話好像張國君先生 那麼好聽的話,你已經很難動 很多事情,他繼續說 是你們做到原地踏步 接著不去嘴唸 如果是這樣的話 你們是不是希望將民主的 運動的成敗 放在一些我原的因素上 放在一些幸運上 等待對方犯錯 令我非常反感的原因就是 民主黨不單止 譬如你覺得這種策略太激進也好 我不知道有什麼激進 現在又不是衝擊政府總部 你們覺得不合理也好 貴港黨員的講話 是不是作為 泛民的一種大團結的一種體驗 我完全看不到 就是 某位老闆先生,我一直以來很尊敬他 我猜我現在要收回 我猜暫時 而我問的問題就到這裡 講得太久 多謝這位同學的意見 這位年青人的意見 覺得趁這個機會 整體再回應 你知道他抑民 他說話是滔滔不絕的 他有他的邏輯 你也很難去 中間插進去 逐點跟他斬件來談 因為他整套東西下來 要不然你整套東西跟他砌 這些是需要一些時間去講的 不過怎樣也好 你跟不同的東西也好 我聽了他很多年了 聽了他都是個癮的 你不同意他也好 都是個癮的 剛才那位年青朋友 或者今天 我整體一點 跟你講講 我們對整個 民主發展的看法 第一件事 在這點講之前 你要說 你不要給這個問題 為什麼你不做 不拒總辭 我覺得 如果簡單講 大家知道 這個做法 雖然我都講過很多次 我是尊敬 我們的朋友 有一個崇高的 一個目標 也有他的鬥志 不過在策略的判斷上高 我覺得 這是給政府 輸打人要的 一個做法 因為這個陰濕的政府 一直在問 什麼叫輸你們 什麼叫贏 他問的 這個政府是極之無恥的 告訴你 他又不認數 但是他去問你 然後要你說了之後 第二 第二 如果倘若的結果 出現了你們輸的情況 他就會被控告你 要你支持政改方案 當然你可能要有你的解藥 去應付 但是政府想過這些 而政府是不會輸的 因為他不認數 對我來說 第一 如果純粹逼政府來說 是無效的 甚至你有時候可能不小心 給他 如果不小心的話 就開了一個方便之門 方便之門 就給他救票過 這個方案 這個方案 為什麼要否決呢 有兩個原因 第一 是一個倒退的方案 這個倒退的方案 是將會 在結構上高 使得保皇黨的比例 是會增加 因為區議會這個做法 基本上 他用整個 國家共產黨的機關 的資源 放進去 根本你用這麼小的選區 你不能玩的 長遠 你多辛苦都好 多辛苦都好 你贏不到 超過四分一的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民建聯很清楚 他們的操盤 在這樣的資源之下 你怎麼玩呢 一萬多二萬多的選舉 選保長 你怎麼玩呢 雖然他們很辛苦都去抗衡 但是他們是機關算盡 這個 所以這個方案 是量身訂做的 是一個倒退的方案 而你被他通過了 還給了全世界一個錯誤的感覺 就覺得有進步 這個是完全是一個誤導的說法 還有 如果我否決他就告訴他 我們這幫民選的代表出來 是不接受 這個招安的方案 這個誤導的方案 一次 第二次不接受的時候 在建制上高 因為他是接受 這個投票結果的 所以這個呢 在憲制上高 是對他有一定的衝擊 所以問題是再回來 我要再講的就是說 當然 我很了解 毓民我認識他這麼久 當然我也是 在議會外 議會內 我知道他的想法 我說 入到議會 他們最重要做的是什麼呢 都是做大龍鳳的 是不是 大龍鳳最有影響力 就是成為他們的性格 今次 對他們來說 贏輸 不是最重要 他都說了 不看他過的方案 這種臭方案 過不過無所謂 今次輸了 下次選民 他都說了一次 雙匯奉還 他就選票 五個人進去就做大龍鳳 這個呢 我是尊敬 有另一種的 鬥爭的路線 但這個不是我們 民主黨 目前覺得 我們的黨應該 採取鬥爭路線 長期以來 民主運動的鬥爭 是立體的 立體呢 是分三個層面 一個 當然是要爭取 這個政制的開放 使人民可以當家作主 可以執席 但另一個社會呢 另一個角度呢 就是要啟動我們的社會 保衛住公民社會裡面的自由 保衛住人民 現在所享有很多 極之珍貴的 言論 資訊 各方面的自由